那天晚上啊 确实很神奇 两个小时准备活动 就说两句话 一句话是准备活动完了以后 就是师父你给我一瓶水 跟教练孙海婷要了一瓶水 拿瓶水 那我去拿瓶水 第二句话就是 他准备进检测处的时候 跟教练要分手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刘翔说 师父你相信我 师父请相信我 请相信我 就是说这么两句话 奥利岁月精彩不容错过 每当我的朋友 或者家人跟我谈起 这件事的话 都总有说不完的话 就算说了很多 已经说了无数遍 但是还要说 还要回忆 就感觉特别美好 太美好 前两天 我们跟那个刘翔的爸和妈妈 又说起来 说起来奥运会 他们全家都哭 我中国天气 还有孩子 没有到最后的时刻 明天还有一天 还有三个项目 还有三个项目 我说我们一定想要拿下来 那么等我再回头去看的时候 那一句表变成什么 平时也记录 我记得这时候 它可能才放下来 我们才抱在了一起 你要知道在一个我们不擅长的领域 能够有这么一个人 在那一瞬间 用一拳 把这层锅里 打得粉碎 这种感觉 多么的有力 多么的感人震撼 奥运会的备战 虽然说在北京的集中 只有一个月 但是能感觉到刘翔发生了一种 真的是一种质的变化 其实在五月的大阪 刘翔第一次战胜了他的老对手 阿伦约翰逊 大阪的大奖赛 那是第一次赢约翰逊 出征之前 天津有一场比赛 刘翔跑出了13秒05 当时也是他的一个 个人的应该说最好成绩 在八月份出征前 对他最后一次采访当中 刘翔的状态 应该说很 不太外向了已经 很沉静 很封闭 说话的时候 能感受到那种隐隐的杀气 我目标就跟他们火拼啊 事实上我对他的采访当中 从来没有提过 你在亚点奥运会上有什么目标 有什么具体的目标 这样这么明确的一个问题 他们给我的目标就是进入决赛 他们也知道进入决赛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不想问他这些问题 至于什么颜色的牌子都不敢奢望 只要能拿个第三也很好 也已经算很不敢想象的了 当时刘翔说 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好的状态 就是你比的不好 那是最可惜的 你除非就没实力 你根本就想也不要想 其实你有这个能力 就是能够 搏一搏的 对啊 你就去好好的比 就把全世界性的投入 要不你就不要去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特别自然 特别轻松 但是您能感觉到这个话的分量 肯定要跟他们搏一搏 对啊 人生能有几回不难吗 实际上他是有备而去的 对啊 如此 刘翔是在8月18号 跟中国田径队到达的雅典 下辈子怎么这么热 比北京还要这么热 过去从来没有带过队伍 去到这么重大的比赛 所以最直接的感受 我觉得第一个 奥运会非常残酷 可以说在雅典的那几天 十几天当中 罗伦去哪儿 去田径赛场 每天都背着国旗 每天背着国旗去看比赛 但是他不敢跟别人讲 他知道前面的项目都用不上 但他还是怀着希望 每天都背着 一直背到刘翔那一天 刘翔拿了冠军以后 可能大家注意到了 他举的那面国旗 那面国旗呢 其实是我 从到了雅典奥运会赛场 从18号去了以后 就放在了我的包里面 我整整背了十天 那一个国旗叠得深深的印子 那印子特别特别明显 到刘翔比赛那一天 他带国旗的时候 也不敢给刘翔看见 我们知道啊 运动员是压力很大的 他们是直接参赛者 教练员的压力也很大 有的教练员失利了以后 三天不敢来坚固 不敢到队部来 他们都在躲着我 有的人说说哎呀 在欧云群的时候 我觉得都没脸